好 在這裡齊芳 說實在的 我不知道我們這次出國可以造成 浪費社會資源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我現在這裡先跟大家道歉 對不起 我要在此澄清 我不知道我這樣 你們聽得見嗎 其實網路上不時的留言 不時的批評 說我是為了 一萬四出門的 其實都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當時3月10號出去的時候 包括我都不知道有一萬四這個事情 所以呢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齊芳呢 個人自己也絕對不會去領這筆錢 所以我覺得網路上沒有經過我的 因為我剛好一直在轉機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整個整個的行程 跟大家報告齁 我這個行程 是去年初我們就成立的 那去年初的時候其實都沒有疫情 那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有 差不多四十幾個四五十個人 那後來疫情嚴重的時候大家有一直退 一直退 那退到後來 剩十幾位團員 可是說實在身為里長的我真的很兩難 當我的里民要去 我還是有責任去幫忙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 我們當初要出門的時候 前第一天政府才宣佈二級 很多事情我們都沒辦法改 所以我們還是決定出門 那出門了以後 我們第一天其實我們第一天 我們就只飛到西班牙 巴薩羅納 只待了一天 然後參觀了聖家堂 第二天我們就從西班牙 直接飛到葡萄牙做班機 那我們的行程就是在葡萄牙 應該說十四號第三天 我們收到政府發布西班牙三級的時候 其實當天晚上 西方我就決定 我們不能進西班牙 因為葡萄牙那時候是一級的 也沒有危險的 所以我們跟領隊討論 最安全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要馬上改班機 回台灣 所以我們是待在葡萄牙 那班機回台灣呢 因為我們 因為原來的行程是從馬的起初 但是我們後來決定 就是直接從葡萄牙回台灣 所以我們請旅行社連夜 因為又剛好卡到六日 他們幫我們調了飛機 就是從葡萄牙轉 杜拜 杜拜轉台灣 但是等到我們要飛的那一天呢 剛好阿聯酋航空 取消了台灣 飛杜拜 他不飛 杜拜飛台灣的班機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所以我們只能請 那個旅行社 再幫我們調飛機 可是從頭到尾 我們都沒有離開葡萄牙 又多待了一天以後 我們做第二天的 晚上的班機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從葡萄牙 杜拜 曼谷 然後台灣 那這裡跟大家抱歉一點 其實不是齊邦不接電話 或是什麼 因為我們這兩天 其實都在轉機轉機轉機 齊邦 我們甚至 我為了黎明安全 一路上我們有交代 戴口罩 該做的防疫工作 我們都要做好 那我們其實最長的 我們從突發牙到杜拜 杜拜在曼谷這段時間 我們有後機大概12個小時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機場是一個危險的 所以因為要後機那麼久 我們也拜託阿聯酋航空 給我們一個就是阿聯酋飯店 讓我們的團員可以一人一間 然後在那邊 所以我們連杜拜機場 也沒有讓我們的團員 待著 所以我們都在房間待著 也沒有去杜拜市區 我們就在房間待著 待到我們 就是時間後機一到 我們就去機場 接著就到曼谷 然後就到台灣 所以我們 我們沒有去疫區 那我不知道說為什麼 當然當初成團 或許離開是齊邦 真的沒有考慮周到 因為我們的防疫工作一直在做 齊邦也很努力 只是我們已經盡量做到 那接下來我知道我們要居家隔離 那齊邦我會自費去防疫旅館 然後就是兩個禮拜後 那其他的團員 對我們有跟他講 請他們不要遵守居家隔離這個 對 因為你今天上樓提到 都已經說 一定很受到 就是你受到一些 遵守的人 是打電話 威脅 對 嗯 我不 自從網路報導 不管是任何 包括一些賣 就是很多臉書一打開就開始 從那時候開始齊邦接了電話 甚至我的家人跟我自己 受到很嚴重的安全威脅 然後我也對不起我的家人 我今天因為我的事 讓他們遭受到安全 甚至有人恐嚇我 叫我去死 我今天是為了照顧我的理名 然後我們也沒有做任何壞事 我們當下一直到西班牙宣布 我們就沒有進西班牙 那我們也馬上更改機票 其實如果阿聯酋航空 它沒有停止飛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昨天應該就到了 我們這兩天都在轉機 所以當西方的立場 我只能安全的把我的理名送回家 可是網路上還有電話打來狂罵 甚至叫我家人小心 叫我自己要小心 我不知道我做錯什麼 但是我只覺得我這個時間點 出國 對 我抱歉 我欠思考 但是我真的沒有所謂的一萬事 我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這真的 我真的對不起我的家人 因為我的事情 讓他們接受別人指指點點 然後有些人傳簡訊給我 露罵我 因為當下在國外我也不知道該如何 所以我只能在這裡跟大家澄清 也謝謝大家 我不知道我要再多說什麼 因為我只能 居然我會做好自己的防疫 然後我只跟大家澄清 我們並沒有到馬德里 我們的一切的行程 我們三天 我們四天我們就結束了這樣子 好不好 那就這樣 這個全球很嚴峻 然後西班牙現在已經快過萬億了 所以也一天兩天造成 為什麼當下沒有當機密 叫人跟李明說 我們不要 我們也有 但是那時候真的也沒有那麼嚴重 那說什麼一切都是抱歉 因為我不知道該做什麼 然後我會慎重的檢討 然後我們最重要就是現在目前的防疫工作做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考慮到我的立場 我沒有做任何事 呃 林長 我這 林長 我想請教你 就是你的所有的14個成員裡面 都是當地 都是你那一個 不一定 我覺得這些 整個事情 我們就到這裡 因為我還有 我還有事情要處理 我還是要去防疫 輸出 我現在也還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 在這裡齊方真的只有跟大家抱歉 因為我多說什麼都沒有用 對 對不起 但是其他團員如果頂了的話 要怎麼樣扣還 我 我們 說實在我有跟他們歸圈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這個1萬4 我們也不知道網路到底怎麼來的 所以 真的抱歉 好嗎 我說 對 我個人不會去領那1萬4 但是 說實在我們真的不知道1萬4宣佈的日期 因為我們都在國外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來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傳 然後其實對我團員的傷害也很大 那我也有跟他們講我的立場 那至於每個人的想法 我是覺得我相信我的團員 那我個人就是我不會去領 那我在這裡還是只有抱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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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長 那那個團隊 理長 拍誰拍誰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沒有 理長 沒有一個問題 沒有所謂的後悔 但是 我只有 抱歉 因為 我沒有 深重的思考 我 我覺得這次網路罵 然後 而且 我不知道 我一覺醒來 電話一堆網路一堆 全部都入罵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出了什麼 我今天當下3天 我們決定 為了民眾安全 我決定 就是 馬上 從葡萄牙 我們離西方牙都沒進 可是 我們又把我們講的 從地區回來了 我們是認定的 但 其方去囉嗦 其方去承擔 因為 當初 我沒有欠 思考周慮 對 出所之前 我的防疫 我幫你 我們做了很多的防疫 其方也努力 在這裡 我真的要跟 防疫單位的能源 還有 政府 相關的 新北市政府 市長 還有我的長官 還有同仁 相關的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當然也會去承擔 因為 沒有後悔 因為 想後悔是推卸的責任 居然做了 我只是要明白的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沒有為了一萬四千塊 所謂的標題這麼手動 禮長代理女爽出國 領一萬四 真的沒有 沒有人會為了那一萬四 讓社會成本造成那麼大 謝謝